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创造更多的乘坐空间 而雷克萨斯 RX则是把110毫米全部加在了C柱与D柱的之间 现在车长从4米89来到了5米整 而轴距依然还是2米89 分毫未变 这儿的好处是增加了后备箱的实用性 创造了第三排的空间 而且研发成本也不会太高 但是它对于第二排的乘坐空间 则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帮助了 在北美 RXL的价格比标准版是要贵4000美金 折合人民币差不多是2万多块钱 而来到中国以我身旁这辆顶配的450HL举例 它的售价比450H的标准版 只要贵了10万块钱左右 最新咱们就赶快进到车内 去体验一下这个昂贵的第三排座椅 它的感觉到底如何 来到第三排 如果想完全的坐进去 你必须要将第二排的座椅往前移才行 但即便如此 其实也不是特别舒服 而且还侵占了第二排乘客的空间 不能算作是一个很纯粹的七座手 所以我觉得雷克萨斯RS之所以推出加长版 还是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首先RX在加长以后不光有七座 还能轻松搞定我们今天试驾的六座版车型 放眼整个七十万级别 能同身有六座和七座的 也只有雷克萨斯的RS-L了 另外六座车符合六年免审的需求 这辆后期用车会避免不少繁琐的手续 同时你还能获得两个输入度非常高的独立座椅 以及中间非常方便的通道 最后之所以加长车针 而并非加长轴距 其实也是雷克萨斯看到了 七座并非时时刻刻的刚需 当把第三排座椅放倒以后 它加长110毫米就完全填在了后备箱上面 即便你平常只乘坐两三个人 你也能获得一个同级别最大的后备箱 而那些加长轴距的车型 如果你第二排不做人的话 那么它加长的尺寸就显得有些浪费了 这次雷克萨斯RX的加长 并没有像北美市场一样 分布到更多级别的配置上 而是只选择在450H上面进行 我想这可能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 450H的混动技术 代表了雷克萨斯最旗舰的科技水平 所以这次全新的改变 同样应该从最旗舰的车型上展开 第二点可能是因为在中国市场 450H比300卖得更好 雷克萨斯希望倾用走量的版本 来让更多的用户体会到L的好处 但无论是出于哪方面的考虑 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是450H才是RX车系的精髓所在 一提到混动系统 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省油 那这放在10万的卡拉身上 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RX已经到了70多万 80万这个级别 我觉得这个级别的消费者 显然有着比省油更高级的需求 RX全系有两种动力可以选择 分别是2.0T的无轮增压放动机 还有3.5升V6的混动版本 那和同样主打2.0T的 BBA的中型SUV相比 其实RX的车重要重了400斤左右 而且动力参数也不是那么的突出 所以说RX300的加速就稍微有些吃力 给不到用户这种享受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RX的450H则完全可以 3.5升V6加双电机的配备 可以让你感受到源源不断 但是又不激进的动力输出 那种顺 那种丝滑 那种绵密 还有那种不急不躁的从容 确实和现在这些乌轮车 真的是不太一样 而且RX的整体调教 也和雷克萨斯品牌这种儒雅的调性 是高度融合的 在这种环路上开就有一种美系大车的感觉 忽忽悠悠的随着路面来起伏 所以说你呢 也不想开会车 你也不会想说跟人家去干一家 就好像这个所有事情都变慢了一样 你只是希望说慵懒的坐在这个宽厚 非常舒服的座椅里面 然后一边驾驶一边享受这种午后的时光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雷克萨斯RX 想给到用户的惬意的感觉 一辆拥有美系风情的日系混动重大下就位 除了家常这个重中之重以外呢 其实这回改款的RX它的变化就没有那么大了 无非就是前面改了一个前脸 然后增加了一个CarLife的功能 那通过这几天的体验呢 我其实现在也一直在纠结 到底要不要推荐家常的版本 它确实够好 也确实足够有温度有格调 但是它真的太贵了 虽然说雷克萨斯的用户 可能没有那么在乎性价比 但是高达80万的售价 我听着都感觉有些心疼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是非得要第三排 那么我觉得标准版的450H就挺好 毕竟你看上的也不是雷克萨斯的空间吧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RD说车 我是欧龙 是欧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